新婚第二天 妻子就要离婚 矛盾升级 丈夫将妻子送进公安局 却意外发现 妻子身上的秘密 一个女人 一群老人 这群特殊的犯罪嫌疑人 为何惊动相邻 民怨沸腾 今日 敬请收看传奇故事 背诵进公安局的新娘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传奇故事 我是主播金飞 在四川省巴仲市公安局 安阳区分局 发生过这么一件奇事 一对扭打在一起的 新婚夫妻 走进了派出所 丈夫说 这是他跟妻子 新婚的第二天 可是新娘子 吵着要离婚 这才结婚两天 怎么就要吵着离 这两口的离婚 按说应该去民政局 他们怎么到公安局来了 事情发生在 2018年5月的某天 夜幕降临的时候 两名男子拉拽着一名女子 走进了安阳区 公安分局行政大队 据警察回忆呢 这两名男子非常愤怒 对着那名女子 一口一个骗子在叫 见了警察有些困惑 就先介绍了一下 他们仨的关系 杨上台 我到时候是杨纯的 已经纠纯了一个 三十多岁的女子过来 两名男子姓杨 是父子关系 而那名三十多岁的女子 是杨家儿子的媳妇 宫女士 昨天刚和杨家儿子 半王这婚姻登记 这才是新婚第二天 怎么造成这样了呀 提起这事 杨家父子就气儿不打一处来 说这宫女士 新婚第二天就毁婚了 要离婚 他们怀疑自个儿被骗了 他跟我们说 他说这个人 这个女子高 可能几个媳妇 逃不来把她骗 你相信你们也 把她钱给她骗了 父子俩这话信息量很大呀 他们表示 骗了他们的还不止这个宫女士 还有好几个人 而且从相亲一开始 就在行骗 那么究竟是一群什么人呢 除了宫女士 你看是三十一岁以外 其余几个战略人 媳妇人 都是六十七岁 都是一些农村的老头和老头人 也就是说 行骗的嫌疑人是三十一岁的宫女士 和一群老人 这样的犯对团伙还真的不多见呢 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杨家父子对于经历的那一切 都记得特别清晰 因为整个时间特别短 就五天 杨某和宫女士 从相亲到结婚 就用了五天时间 先从先公亲那天说起 杨家父亲记得 在自己家里头 同团的没人沉默的 把宫女士领进来了 介绍给了自己的儿子 我说 年龄那么大了 把事情过来 我们也丢起了他 对于父亲的建议 杨家儿子没拒绝 因为眼前这宫女士端庄大方 让他有点动心 尽管当时那个场景略显怪异 据说跟宫女士一起来的那美人 包括陈某在内 一共来了一群老人家 疫情人热热闹闹的 根本就没啥机会给年轻人交流 怎么说呢 虽然场面尴尬 但一屋子长辈都很重视这个晚辈的意见 见杨某跟宫女士都含羞带怯的 相互都看对了眼儿 哎呦 长辈们服长大笑 认为这桩姻缘这就算成了 当时呢 真是说的呢 我也很满意很同意 杨家父亲很满意 他当即按照当地的风俗 没人包了个200块钱的红包 这叫见面礼 而收了见面礼之后呢 陈某一行人呢就更加高兴了 他们当即做了一件很不可思议的举动 把宫女士留下来了 当天晚上就住在杨家了 哎呦 这是什么火箭速度 太快了吧 但是杨家父亲倒也不以为意 这说明宫女士认定我儿子了 别说 一夜过后 幻想中的事情还真的就发生了 第二天一大早 宫女士跟杨家儿子就已经两行相悦了 宫女士主动提出 要和杨家儿子结婚 这话一出 老杨是乐开了花 乐见其成啊 为了替儿子娶到媳妇 老杨愿意倾其所有 老杨爽快 宫女士也不含糊 他一个电话 又把没人沉默等人给叫了过来 议程呢 很快就进行到商定彩礼这一步了 他当时要弄完 我的说我没得弄多钱 我给你打算买来 下钱两万我给打进钱家 就要的 钱不够怎么办呢 且钱条啊 老杨去亲戚朋友那儿 周转了一番之后 搞定了彩礼钱 相信四天之后 也就是2018年5月28号 两张字句产生了 一张是收条 上面显示 宫女士收到了来自杨家的四万块钱彩礼 还附上了四名正名人的签名 一张是欠条 老杨声明欠准媳妇宫女士两万彩礼钱 限一年之内还清 两张字句都有关键人物的签名和手印 天降儿媳妇就连欠条的字迹都显得喜气洋洋 写下字句的当天上午 老杨把钱打到了宫女士卡里 到了下午 宫女士就和杨家儿子领结婚账了 一切都特别的顺利 但是 但是啊 可能你也猜到后边发生的事了 新婚第二天 一早醒来 这宫女士突然变脸了 她表示 跟杨家儿子过不下去了 她跑了 宫女士的干妈是谁呀 杨家父子问了一圈才知道 就是没人沉默 这情况让杨家父子俩眼一黑 他们当即就觉得这事有仗 他们冲到宫女士的干妈家里 把宫女士揪出来 送到了官局 不得不说 这段相亲及闪婚的经历 只能用俩字来形容 荒诞 这哪是相亲呢 这就是急行军的 连宫女士什么来历都不知道 竟然这么快就结婚了 这父子俩表示 其实荒诞的背后 也有许多不得已的原因 这个嘛 稍后再说 先来认识一下 这起荒诞婚姻的女主缘 杨某的新婚妻子 龚女士 这位就是龚女士 事发的时候31岁 哪怕进了看守所 依然是神情淡定 嘴角带着笑 她首先反驳了 杨家父子的说法 说自个儿并没有借相亲骗钱 她是真心想要来找对象的 我不是为了骗她的钱 如果是真的骗她的钱 我会跟她打个手去吗 手到财力四万吗 既然是真心想嫁人 怎么结婚第二天就反悔了 龚女士表示 那是因为杨家儿子 他不是良人 但是他当过了 他当过我才跑掉了 他不当过我又不得跑 龚女士表示 杨家儿子自打给了财力钱 就把我当成了私有物品 开始随意打骂了 我结婚的时候是冲动了 那还不许我及时直送 婚姻自由 当然也就包含了离婚自由 这话听着有几分道理 问题是你还收到 人家四万人家财力 提起这个事 龚女士就更觉得呜呼 我就跟她说 其实我说的离婚 但是我也会把钱退给她 我一直这么说 我没说要她的钱 龚女士表示 她只是想离婚 也表示一定会退钱 这番说法还真挑不出错 但是听其言更要关其行 龚女士是不是真的这么无辜呢 警方一番调查下来 发现龚女士身上真有些情况 从三月份到五月份之间 先后在大洲 八州区 沿沿区等地 一共有五七 一厢金里面 骗了他人的钱财 累积金里一共是 大约有一万五千块钱 另外这丢送的人里面 他当时有一个 四万块财力 但这个钱是 嫌疑人工冲 像一个人跌的 什么意思 龚女士在这两个月的时间里 不断地相亲 虽然说多相亲 这不算啥 可牵扯那么多金钱纠葛 这确实就可疑了 而且听说龚女士被抓了 有人也来找警察了 他把龚女士这时间线 一对就急了 说他跟杨家相亲的时候 还是我女朋友呢 怎么突然跟别人结婚了 就这位 他姓陈 是隔壁村里一小伙 他同样是通过相亲 跟龚女士认识的 不过介绍人换了 是个姓钱的长辈 他们俩的第一次见面 是在镇上的茶馆里 龚女士每次相亲 似乎都是高配 这一次也是配了几个美人 几个长辈一字排开 气场十足 给那陈某留下了深刻印象 不用说呀 见面里嘛 那自然也是见者有分 大概那天来的有四个 每个人是两倍 龚村医生给他拿了一千二 拿了见面礼 之后发生的事情 就跟杨家一样 龚女士当天晚上 就在陈某家住不下了 如此热情主动 陈某呢 有些受宠不过精 但是第二天醒过来 龚女士在陈某家 里里外外转了圈之后 那态度就变了 他告诉陈某 我们还是从朋友做起 慢慢交往吧 陈某觉得 龚女士不真诚 而且还是不加掩饰的不真诚 但是没过几天呢 态度敷衍的龚女士 居然主动起来了 要陈某赶紧下个决断 要不要结婚 你给我个准话 这是什么情况 他也说过的 他有时候有个减少嘛 他说 我给赵家把那个钱拿到 然后给彩礼钱给拿到 然后等级嘛 等于那种 他给谁拿好的钱嘛 那个 好像是五万五万 龚女士直接告诉陈某 说你得赶紧 我现在可是一家有女 百家求 就看谁家给的彩礼高 我就嫁到谁家去 你要是没那个心思 出不起钱 就别浪费我的时间了 哎呀 见过直接的 没见过这么直接的 这是把自个儿当拍卖品 嫁高者得呀 陈某呢 也为龚女士的做派给吓到了 她还是个单纯的青年 想追求有感情基础的婚姻呢 哪受得了这样的利益交换呢 她暂时呢 就没给彩礼钱 可是没想到呢 没过两天 这就传来消息 龚女士被扭送到 关机关去了 现在看着就说 看见她是 诈骗性的 那种 行事的那篇钱 而不是真正双朋友 是啊 跟A谈着恋爱的途中 跑去跟B结婚 但凡有一丝真诚 也不能这样干 更何况 到了谁家 都是一样的套路 经过警方调查 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头 受骗的不止陈阳两家 还有雷家 李家和吴家 龚女士一直奔波在相亲的路上 从一个家赶到下一个家 真够忙的 可想而知 当真相揭开 这些受害的家庭 那得气成什么样 但是就在大家 重口意思地批评 龚女士的时候 龚女士却大叫委屈 说我确实欺骗了 大家的感情 但我也是被人控制了 这起案子的真正幕后操纵者 其实是那几个介绍人 就那几位花家老人 此话一说 大家都十分地惊讶 因为这几位老人 都是当地人 而且都是当地有名的媒人 这么一来也就能够解释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 户人家上当了 这几位在用自个的信用 给龚女士背书呢 既然如此 他们跟龚女士之间 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欢迎您回到传奇故事 我们节目目前正在 手机加一台上 同步播出 您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客户端 就可以随时随地 收看我们的节目 刚才我们说到 在四川省的八中市 警方查到了个 以相亲为由 实施诈骗的团伙 团伙成员 由三十岁出头的龚女士 和几位花家老人组成 2018年3月到5月期间 龚女士陆续跟当地 多名男士相亲 老人们也参与其中 当事情败露之后 龚女士大叫委屈 说自己就是个工具人 这些老人 才是操控这一切的人 龚女士接下来的描述 堪称悲惨 她表示 自个原本也是个可怜人 曾经有过两段婚姻 第一段婚姻 因为丈夫意外身亡 而结束了 第二次婚姻 又遭遇了习惯性流产 被婆家嫌弃 她妈就不想要我了 她就想第一个嘛 她支援那一碗 她想去帮我第一个了 一个无法生育的女性 在某些人眼里头 那就是没有价值了 龚女士就这样 失去了第二段婚姻 行单影只的就回到老家 她找不到自个儿存在的价值 自怜自伤 就在这时候 她遇到了为他人做媒的陈某 也就是后来她一直叫干妈的人 陈某收留了她 还给了她一个美好的承诺 陈某的温情感化了龚女士 在陈某的带领下 她满怀憧憬的开始相亲了 然而说好的这个靠谱对象呢 却不那么靠谱 就拿第一次相亲的那户张姓人家来说 龚女士一见着就觉得成不了 龚女士回忆 听到她这么说的时候 干妈的脸色突然就变了 她拉着龚女士走到一边 很严肃的说 无论哪间 必须得说喜欢 不能说不喜欢 龚女士说 她只有说满意 没人们才能拿到见面礼金 为了让自己满意 更有诚意 干妈还会逼迫龚女士的 相亲对象家过夜 这样的日子过了好几个月 她也十分疲惫 感谢警方救她逃脱苦海 龚女士给自个儿立了一个 令人同情的人设 历经沧桑追求真爱 却深陷模枯 不得解脱 然而干妈陈某也叫起去来了 说龚女士乱攀官 一派胡言 陈某表示 他要澄清两点 第一不存在干妈这层关系 第二他也没有骗钱 我都没人家的钱 两三天我就还人家 他说我不喜欢 我就赶紧喊人家来拿钱 我说你赶紧来拿钱 我把这个钱还你 见陈某否认关系 同为没人的那个钱某 马上又反驳了 受控和制度都在他屋里了 那不是他把这个 说得不吗 他不当干妈说得不吗 那个陈某人 说几万也是他吗 干妈说得不 他说他还要一万 我就没允许 我只要一万找他 他说我当干妈就打他 很显然 涉案的每一个人都在互相推诿 拒不承认 还是那句话 说话形式都得合乎逻辑 有证据 比如宫女士的字数 虽然曲折离奇 故事性强 但是不符合逻辑 她一有手有脚的三十岁女性 既没有被限制自由 又智商在线 没理由被一群婆婆大爷们控制住 再比如这帮美人 集体出动 一交交收钱 显然是无法撇清关系 那么这群人之间的这个 深度绑定又是怎么回事 警方经过调查 还原了这个 奇异团伙的作案经过 婚姻失败之后 宫女士回到老家 认识了长期做媒的陈某 两个人性格相投 确实是结了甘心 宫春香 三玉玉玉玉玉 这不容易坏 这边干妈说 一年要不然 一年就出去跟着相亲 把我们去陪着 接着钱 接着回 打发钱 当时他就标诺了 那么一个意思 然后陈秦 一排集合之后 陈某马上就联系了 几个相熟的媒人 在十里八村的 就寻找合适的相熟 故意象 合适的标准是什么 大龄未婚 成婚意愿强烈 比如前面提到的杨某 三十好几了 家里人为他结婚的事 全都着急上火 只要听说有 适龄未婚女性 那就十分向往 还有陈某 快三十了 在本地 也到了着急的时候了 确定了目标 媒人们就集体带着 龚某上门相亲 其中某一个媒婚 先开Q 那我们签计 等介绍 对我先 我们之间 有没有年远 有年远 我们走往下谈 先解除 然后解除过后 南方这里统一 他就会提出 有大方签计 就无限的 在相亲市场上 龚女士几乎是 无枉不力 只要他在南方家住下 即为媒人都能够 拿到这个见面钱 拿了这个见面礼金之后 媒人就会催促 南方下彩礼金 结婚 与此同时 第二家相亲 马上就紧摸米谷的进行了 每次在太阳家 上一家 结婚完之后 过段时间 他们就 因为有的时候是媒人 照理就 他就跑了 然后说下家 就这样 相亲对象 在龚女士和陈某这儿 就简化成了一张 竞价排名表 为了优衷选优 龚女士还会同时 跟几名男性交往 她本来是 上一段婚姻的受害者 却在他人的吹捧当中 不断膨胀 挥刀指向了更弱者 他并没有意识到 自己的行为有多么恶劣 甚至觉得自个儿的获利 那是应该的 然而法律是客观存在的 不论你有怎样的主观认知 或者是所谓的风俗 都不能违背这个基准 因为涉嫌诈骗 龚女士 陈某 钱某 谭某等 都被公安机关抓获了 他们也因为自身的违法行为 要接受法律的制裁 牵线搭桥 替人说媒 成就因缘 这原本是个好事 然而龚女士和一群花脚老人 却把她弄成了违法犯罪行为 为了金钱 治社会风气于不顾 这实在是性质恶劣 批评完违法者 我们也要透过这个事情看到 部分农村男青年的 确实成婚不义 他们有婚姻需求 有自己的价值逻辑 每逢过年的时候 排队相亲 攀比彩礼的现象 这都时有发生 但婚姻不等同于繁衍后代 随便对付 你对婚姻对象应付了事 那就会有人乘虚而入 像今天这事 打了人一个措手不及 婚姻毕竟是关系着 后半生幸福感和生活质量的人生大事 欲速则不达 您说对吧 好 各位观众 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 如果在您这边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 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流浪方式告诉给我们 好了 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 如果你还想收贯到更多精彩能容 那就请到各个应用市长 去下载手机这样一台客户端 好 各位观众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